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帐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绝招您的佛性播热 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波罗讲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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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كان在香港先生的最高的之一,我相信, 我想說,你不是說話題, 你不是說話題,你還是三五十了, 你不是說話題,你不是說話題, 說話題語題,你不是說話題, 我不是說話題題,我不是說話題題, 今天是教师节 内道佛教的主要的导师 就是我的本师释迦牟尼佛 在世界上所有的导师当中 对佛教徒来说最主要的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 当然在世界上许多宗教都有各自的灵性导师 都有他们的教主 凡是信仰宗教者 他们都有自己所尊奉的 所信仰的灵性导师 对于他们的创教的教主 往下的代代的导师师长们 都应当要加以意念 各自的信仰者都应该对他们加以意念 去应验他们的功德 这是宗教徒的角度所应该做的 因为这些人在前面 有些人们在每个人都要做的 所以我们来说 这些人都要做的 每个人都要做的 我们在做法律子上 都要做的 我们开花 的時候提醒她 需求的人 以及然后去多两个世纪 比如马上生 这是不是一样子 能不能在家墙上 skincare宝宝在 family 我就把我给了一个景 funcion,进卖作为对方 supposedly 都交叙望 内心很闭ете 最应当要了解师长的重要性 假使没有师长即使我们获得了人参报 也会犯下许多的错误 在生活方式各个方面都会不知所措 比方说立身处事 种种待人接物的行为 乃至于我们隐身养活的方式 都可能会有很大的错误 而导致许多的痛苦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行为的准则 处事的方法 或者是许多的科学知识的学问 都仰赖着老师 这是从世间人常的角度来说的 那么如果从出世间的角度 从佛法的角度来讲的话 那么导师的角色就更加的深远了 他作为我们还没有称佛之前的 生生世世的引导者 所以他的意义是更加的重要的 所以应当要了解老师他的价值 以及要意念老师的恩德 懂得意念师恩对自己是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如同上午所说的 如此以来才能将上师的功德 融入到自己的内心当中 自己拥有如此的功德 那么我们请诸位法要看到十二页的上方 我们现在来探讨十二页的第一句 我们来探讨的是我值的过患 我值的缺点 我看到第一句讲到了 劳固我值厉鬼住云内 然后要讲到最后最后的见 COM 没有уп着的 说得太多了 我值得太多了 因为这是我的 这是从这儿我值得太多的 是不是太多了 太多了 只是太多了 大家是不是太多了 这是哪一个 人吃得太多了 这有時候会告诉我们的一个人 不就是同志卿命 平坦unda 成면大祈祷 αν就是千万万美元 伤ünde总四 人ですね 比如说感觉 głos出于很叫 Ç Save 10 var 为什么要做成话 穩住的那 在这边把我执批语解 它是最终会带来灾祸的祸根所在 它就在我们的心中 这句话是这么样的意思 所以真正的祸害就是 自我的观念 自我中性的观念 我们一生都在保护 都在保全的就是自我 有些人这种态度比较强烈 它一辈子都急急盈盈的在守护着自我的概念 把自己保护得非常好 但是与此同时 假使不能够认识到其他友情的处境 只顾虑到自己 只以自己为中心的话 这实际上是一种缺乏智慧的表现 如果有智慧的人在看待人我关系的时候 看待自己跟他人的相处模式的时候 将会发现 假使我为了自己而去牺牲他人的利益 伤害了其他众生的话 则必然会受到其他众生的伤害 这样的伤害性会反弹到自己身上来 如此就会因为造了负面的业 所以就感到不好的果报 具足智慧的人会看到这一点的 也就是说从心境政法的角度而言 会看到怎么样怀着智慧 来正确处理自己跟他人之间的关系 就像是在这个世界上 国家要能够安乐 必须要立即于自己跟他人 拥有平等地位 为人民去谋求幸福快乐 这个角度上去发展 如此一来那么大众都可以享受安宁 就会有好的光景 假使说今天在经营国家的时候 所盘算的都是一些政治考量 不去顾及人民所需的话 就会带来很多的灾祸 所以问题就在于是否能够察觉到 根源在于一切的根源在于我值 要从这个我值去下手 了解自己一切的痛苦都源于我值 它是最麻烦的问题 但是我们知道 当我们有个人的关系 神经营国家的人 神经营国家的人 是非常有的 神经营国家的人 神经营国家的产生 神经营国家的人 神经营国家的人 他在这个地方 神经营国家的人 都是一百分之一 神经营国家的人 比较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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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去找到 到那裡 去找到 就是去找到 你去找到 去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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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たち elo地羽會腸衝出,到處都是強步 Journey 我我的天阿 我這個是一步 你看 但是很普通的作品 треб浪費的 很普通的你要做一 expectation 通常阿波們我跟 ihm想說 我會叫你精力傾向 我會想做一 再一個 在做一四istas 到了哥哥 judicial交友所追想写的 及保重瑪洋思杜的 卷收成带逃逃逃逃逃的 再回说 邃逃逃逃逃逃 世上良逃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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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 60 从宗教灵性的角度来讲 宗教之间的冲突纠纷 往往也是来自于自我中心 只考量到自己 所以在宗教跟宗教之间就产生了矛盾纠纷 认为我的宗教 我的信仰是重要的 他人的信仰就不值一提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就是宗教之间需要透过研讨跟交流 来改善的问题所在 那么就像是 如果说今天只是 我看到别人脸上的有什么样的瑕疵 别人看到我脸上有什么瑕疵 然后互相的指出这些问题 然后紧抓着这样的问题不放的话 那么就会产生更多的冲突 比方说宗教之间就是看到别人有这样子的缺点 就去指责人家的缺点 对方也反过来看到你的缺点 就指责你的缺点 所以麻烦就这样衍生出来了 其实不管是世间人伦的法规 或者是灵性宗教的法规 其实大家的追求都是如何能够增进生命的品质 增进人们的幸福 宗教不外乎 透过此心跟悲心来增上人们的幸福 如此而已 那么之所以会运用宗教反倒带来祸患 就像这边所说的最长远或者是终极的祸害 终极的祸根就是我值 所谓的牢固我值 那个牢固值的就是终极的祸根 为什么叫做祸根呢 因为它会毁坏 毁坏幸福 因为当我们以自我中心来看待事物的时候 我们只在乎眼前今生的幸福 然后我们只在乎自己的幸福 于是反倒就这样的自我中心 就葬送了今生的幸福 葬送了慈心跟悲心的功德 所以我们称它叫做终极的祸根 如果说我们被这样子的我值所影响的话 就会不在乎他人 或者是将他人作为牺牲的代价 在这世界上许多的苦难就从事而来的 问题的根源在于自我中心的 而且来给我们的目触 人数就不用权了 日本咸就差了 空途和 cute 快途和在雅是 Sec Rio打自出的 就会让人 Mo Isa 能不能问你 他得罢了 лег机会订ya 很急剥igh Thirty Court 在来 石凯 现在 或臭 她 ** 我也 到山 outta山 对 他也都不信心他你 住他 坐著他 那是借人到了 不過他就去 他也就去 大平的 他跟他 天神 丁州 湯家 那不是 他在 一來 他在 他 在 indre 你的人是 successfully照顧一条工室的故事 那么婉 crowd 父母就在这旅客 olur吧 让一个博物 EL光 接着出到边就 Diamond 然后这边就是王华ovt 那就是王 audible 王女说王 Verein 祖说得以往 往下 所以在 在真实的宗教信仰当中 我们就以佛法来说的话 是在正法的角度上来看 轮回的根源是自我 本来诸法是无我的 但是我们把它执着自我是存在的 佛陀就说过了 如果今天自我是实存的 那你执着它实存 倒也没什么问题 问题就在于 它本身非实在 那你执着它实在 而我们怎么执着这自我呢 往往就是用手指指着自己的身体 就说我我我如何如何 也就是把自我跟身体画上了等号 于是就把我们物质的身跟身 跟自己扣连在一起 但是这个身体它是会消亡的 它有一天会失去 失去身体以后 我们就只剩下这个心了 所以我们更进一步的所依附 自我能够平一的对象 就变成了这个会相续的心 于是我们就对于心所能够接受 跟不能接受的事情 就采取了贪跟吃的判断 比方说有利于己的 有利于自方的自己这一方面的人 我们就产生贪心 与之对立的就产生称心 如同尚无所说的 在成活之前 自我只要仍然存在 没有消亡的话 由自我所衍生出来的苦难 就不会停止 而如果我们真的通达 自我是不实存的 也就会通达 他者也非实存 因为自我跟他者 是对立的概念 当通达自我不实在的时候 那么自他这两方面 其实也就崩解了 在这当中 当然要先晓得 人我是不存在的 比方说有些人会说 他人跟自我是两个 我们的身体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两个人 我们是两个独立的个体 但是当然是从身体 生理的角度来说 可以成立两个人的身体 是不同的 但是我们的心人 是相同的 但即便是你说 身体等于自我 那么对于身体 何处有自我 你去加以分析跟拆解之后 会发现实际上 并没有办法 在身体的任何部位 得到一个所谓 真实的自我 那么得不到这样 真实的自我 我们却又紧着到 这个真实的自我 不放在一切 所作所为当中 都带着自我 比方说念从 欧玛尼被没有哄的时候 也并没有放下 自我的习气 也是自我习气 非常的强 那么就没有办法 运用这个方法 来将自己 自我的习气给弱化 反倒强化了这个自我 如此一来 因为我们紧抓着 自我不放 所以本来如同 如同结冰的冰块 的那个我执心 就越来越强盛 就没有产生到 对它做消融 或者是令它被破坏的效果 应该要晓得 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待的话 一切的问题的根源 都会来自于这个自我 但是真正去抖析它的时候 它是无法成立实有性的 而自我的非实有性 就是我们所谓的空 那么没有人 它是没有人 我们所谓的 英文年轻贵的 你们kirap 各位 你们不停工 你不停工 我说 FBI 你看看 我不停工 我说 我说 学 Doug 生日 and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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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就要學的三十五月你會有的 二十三十八月的年次 大家可以教你 如果你跟著一邊說 和鯉人至少, 我也要是說 一十一年就不太是 aquela 所以,你工作的雖然又不太 這一次,你只得多, 首先都是要你 所以說吧, 前面细节化的方法,在养活动的方法 在养活动的地方是1个月的方法 在养活动的方法,持人学会在养活动的方法 我认为人学会在养活动的方法 我们在养活动的方法 亚洲的方法,因此我们在养活动的人 requires你的남也 должны把ermanを投 eli 就一切り 打 précéd一切 percent 你的香港人在 南処理中在 neck 不禁裂 贬州 ux 四季 全力 並 六季 全力 但是 陈 三继位有的科典 三继位还有这两小三 nombre 三继位有的特色 是这一点特色Next 这一个狗那时候 三继台液滩凉的� destro 6席环香玺 의大作为 Prim album的工程 提供 三继位是虷� 开干凉吧 三继位嫌疼 第一继位 三继位達脸 好的,你把我的创成了太多棒, 在你的创成了太多礼物, 他是太多礼物, 在那裡, 太多礼物。 我以为你也有三礼物, 你们想习派的宣似, 我认为:「200丝通礼物。 你们暴行许一礼物。 所以他的象律都是他在那面的人 他在那邊叫他去 他是在那裡的 在那裡有些人 在那裡我在那裡 在那裡 他們會去發紅 他在那裡 要去給他 在那裡 他在那裡 就說 他在那裡 他在喝的 他在那裡 同一句话提到了 最根本的祸根是我指 它如同在我们体内的厉鬼 这个厉鬼的意思就是带来灾祸 什么样的灾祸呢 就是导致浪费糟蹋掉 它的动词是浪费或糟蹋的意思 就是造成浪费者造成糟蹋者 什么东西被浪费跟糟蹋掉呢 就是福德被糟蹋掉 什么是福德 福德实际上就是慈悲 慈心跟悲心是我们真正的福德 就像是菩萨们之所以能够 使自己跟众生都能够被安置 在暂时人天的境界 究竟的一切知跟解脱的境界 是因为具足慈心跟悲心所来的福德 那么这是真正的福德 而其他带有我执的情况所做的善根是什么呢 他所做的善根是不清净的福德 虽然有福德是有福德 可是他的所培植福德的方式并非清净 所以就成为浪费了糟蹋的福德 比方说布施有所求 就是一种遭他福德的态度 认为我现在做的这个布施 是因为之后能够从 接受布施的对方那边得到什么样的好处 之后他会如何回报我 我会从中得到什么样子的善根 什么样的福报 所以我做这件事情 在这个想法当中 他带有的是我将会获得什么什么 我要获得什么什么 那么如果不是有自己 不能够从这件事情当中 获得什么好处的话 就不愿意去做 所以这样子的布施 就会带有吝啬心跟自我在里面 那他就变成了不清净的布施了 今天无论是初世间的宗教的传统 或者是世间的人伦的传统 在哪一种方式来度日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永恶福德的 但是要有福德的话 就必须要讲究他的方法 比方说有些人 他希望布施能够让他获得福德 他希求那个福德 希求他的好处 固然他能够从中获得福德 这个福德也许可以用几辈子 在几辈子当中 他可以想出这个福德带来的好处 但有一天这样子这种想法所带来的福德 终有一天他是会耗尽的 就像是商人他想要牟利 他想要透过哪些善法来让他能够获得福德 可是因为这种态度反倒让他变得破败 他将来可能会在有限的福德用完之后 他享受了他的荣华福贵以后 因为福德已经衰损了 所以最后可能会走向破败的人生 这也是跟他的福德 并非清净法的福德是有关系的 那如果今天我们是为了一切有情众生的利益 去累积福德的话 比方说为了众生去做布施 那么这样子的福德确实能够承办战时的功德利益 比方说人天的善趣 以及就近承办佛果的功德利益 他就被称为清净的福德 因为他没有自我的盘算在这里面 如果说我们之所以称我执叫做利鬼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把福德给消耗掉了 那当我们不带有自我的盘算的时候 这样子的对众生的爱对众生的慈悲 那个就是清净的 我们上午有提到了能够以小的善根 表面上的小善根能够承办广大利益 就是基于心里面是要利他而不是自利的这种想法 如果说我们能够这样子去做的话 即便是表面小小的善法也能够承办广大利益 但与此相反的 如果不懂得利他的想法 则我们虽然做布施慈戒等的这些修行 他都不会真正成为六度波罗蜜多的 这样子的态度就使我们本来的六度波罗蜜多的行持 遭到了破坏变成了糟蹋 这个就是所谓的利鬼的意思 那本师释迦弥尼佛曾说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义 最主要的就是调伏自己的内心自尽其义的道理 那这边所讲的心是说我们的心的本性是具有此心跟悲心的功德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如果你这样子的功德带着我执的话 他会糟蹋原本的功德糟蹋福德的 所以必须要认识到我是不成立的 我跟他的对立是不成立的 如此才能够成佛 只要是没有放下自我的话 那么二曲对立的 自他对立的情况就不会被解决掉 如此一来是没有佛果可成的 那么要了解一些法性空 不是只是了解他空而已 在空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的应该要修持此无量心 开始的利他心 才有可能进一步的真正拥有圣观的智慧 如此才能够获得佛果的 并不是说在知识上 在理解上晓得空就可以万事大吉的 并不是如此 这一年代表现实在自然而言 但你能做得到一年代表现 就是什么 你根本就要做了一年代表现 你的就是 你根本就能去见 你根本就能去见 我根本就能去见 就能去见 你根本就能去见 这一年代表现 这一年代表现 那么一年代表现 很多事情都没有人,有一个不同的事情 这些老婆有没有人,他们也都没有人 这些都是两个样子大夫的内情 那么下面又讲到了 思绪全成为徒增烦恼 凡是一切的所思都成为增加烦恼之因 就是所谓思绪全部徒增烦恼因所行 全部贤聚不善果解脱之道少分不能及 这一段话的意思呢 就跟至尊密勒日巴巴他在道歌里面所讲的是相呼应的 对于江自宜所追求的名文力量 跟一切与他人交往的这些谈论都转为 可以投入在慧共论当中 一切所作跟一切期待都把它转向于不失的修持当中 对于今生健康无病等的需求心 这种贪着性都把它转为真正的行持 清静的福德法当中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想着今生 我们只是经营今生 希望他过得顺遂 不会生病 能够健康 这样子呢 当然我从此去行持的善法 他会有福德 但如同前面所说的 这种福德只是暂时性的 最后并不能够给我们带来永恒的安乐 所以这三句话的道理我们需要常常去议持它 凡是一切所思最终都有可能成为增长烦恼之因 凡是一切所做最终都会涉及不善之果 然后这样子做的话会连朝向解脱都说不上 所以说难道不善之用 在这个东西ились 打这了 就是 在那些人归此的人归得很高興 有些人归得了 那些人归得很高興 在那些人归得很高興 在那些人归得很高興 也就是要不要了 要是找人 那些人归得了 那些人归得了 每一天都是在人生的 自然的一天都高了 集大人 до一天 他都不知在海底上 外面的人都 wrestulu 我的妈妈 shutter熊子都是熟悉的 可能我怎么那么乱了 我现在非常地人出发 JULY 那么散复生班 那么散复生是 那么 达马出土俗人的上山 达马出土俗人的严谨 此初提到了解脱之道少分不能及 就是尚且没有转向解脱道的这个状况 为什么没有转向解脱道呢 因为所谓的解脱终极而言 应当要从自我 我之当中解脱出来 那前面所做的这一切 会使我们无法从解脱道当中 解脱出来 释放出来 所以不管说是行使善与不善业 假使没有从解脱当中 没有从自我当中 没有从我之当中解脱出来的话 那它就最终不会成为解脱分的 下面又说了 上师之也悲心诉故事 我之从根断从其加持 我之的状况是不断在发生的 那么我们要让它断绝 让它终止 但目前却没有找到能够终止它的方法 我们不断地强化我之 这是我们现在的状况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希求的是 仰仗上师的大悲心的加持 令我能够使我之中断 我之后运作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它是配合着自我的觉知 自我的概念不断地被强化的 比方说桌上放的东西 这个是我的饮品 这个是我的杯子 这个是我的物品 每当起一个念头的时候 就是在上面附贴了一个我的概念 所以就每个念头都会带有一个自我的概念在里面 所以每起一念就有一个我 这样的话我之就不断地被强化 那现在我们希望得到的加持就是 借由方便 借由上师的加持 令我这种一起念就带着自我的概念 自我的想法 这种状况能够逐渐地减少 让我的力量逐渐地越来越弱 越来越没有权力 不能够影响我 为此希望上师能够加持 上师指的是什么 上师指的是菩萨 而究竟而言 最究竟的上师是慈悲 为什么说最究竟的上师是慈悲呢 因为我们现在所讲到 可见的上师是从身来讲的 那上师的身与意当中 意比语更加重要 语又比身更加重要 所以上师的心意实际上是最为重要 那上师究竟的心意是什么 是菩提心 也是慈悲 慈心跟悲心的展现 所以应该要晓得 究竟的上师是慈悲 这方面是菩提心 愿以菩提心而根除我之的意思 当年我们在家里面 曾经在家里面 还有曾经在家里面 我们在家里面 学习的地方 我们在家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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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以前都见他拍他的白包 他在同時论他自共農的公图 宝坛 monte了自身从我设定 即将会来钓�沉щ补 但使他不,因为我打يت 我提hhhh,因为她说一个白包 的事苗有像,说一个平衡 我会 com interventions大部分 就会在地下去 在我身上 Recht下诊 他会让我坐上去 在 Emma Giichia girlfriend 在乱临就戴门 我确实在 ї終她 장님你 Spect games daughter你 我去看我的 在不到呢 幸好 我们年10月的 最后 我去思讼 我去看 孩子 我 și 他们都是用这种的伤口 没有想到处理 流通过那种的伤口 有很多 伤口 到这种伤口 找不到彩虏生的独特 跟闹马云 他们决定的发生 这都是这种问题 大家就当然学过了 稍微称机历声喜不喜 烧出恶语 历献方背假 只要一起了赞誉就感到欢喜 只要有人批评马上感到不悦 或者是一听到他人口出恶言 马上安忍的铠甲就失去了 就没了安忍的防护了 此处仍然谈的是我执 我们都晓得我们现在对于自我所扮演的角色 并不是那么清楚 我执是一直都相许不断的 但是我们并没有察觉这一点 常常会说在星星的教授当中提到 自我是不可得的 他的本性是空的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 就是有一个弟子去找一位上师 为他做星星指指 上师就说你要指指星星的话 那你把我找给我 找了以后找到我 再来指指我的心 再来指指星星 然后弟子就回答了 我找不到自我 找了半天找不到自我 上师说你找不到自我吗 那你来干嘛呢 他说我来求法 他说对啊 我来求法 所以你的自我已经出现了 不需要找了 已经找到了 所以这个自我的存在是非常隐为的 所以我们并不晓得这件事情 那么他在很多时候方方面面的会出现 比方说当我们在听法的时候 感到心开意解感到非常的欢喜 谁在心开意解谁在欢喜呢 是自我在心开意解在欢喜 然后当他人跟我们讲话的时候 讲了一些难听的话的时候 我们开始指责对方怎么会批评我呢 他怎么讲话那么难听呢 他讲话难听的对象是谁 是自我 所以这个时候贪跟撑就作用了起来 你的欢喜心 还有你的反感心 其实就是贪跟吃 所以贪撑是在自我前提上 日以继夜不停的作用着 这就是为什么 而这就像是在佛字形三十七冲当中所说的 我们要察觉到自我 它就是一切贪生的来源 它就是一切货根 如同前面所讲的牢固的我值得利鬼 它是在我们自己的体内的 那么这一段话就讲到稍稍微撑机立身喜不喜 烧出恶与立施安人假的这个道理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认识呢 就像是至尊密的日报所讲的 当他人对自己恶言相向的时候 实际上这是有利的 因为恶言相向能够激发我们的安忍 并且破坏我们的自我 能够消灭我们的我值 所以恶与恶言相向是有利的 应该这样子去看 把我值当成真正能打起的对象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培育优秀僧才 积极社会公益为职制 在珠山长老法师及各界大德的祝福下 财团法人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于2020年10月正式成立 又即回归佛陀本怀 透过文化出版与媒体的多元形式 将佛法传扬于社会 并藉由慈善公益的参与 落实大乘佛教之利他精神 基金会立足于汉传佛教 不分语系及宗派传承 致力于南传、北传、藏传佛教 之间的交流与学习 其能宣扬佛法 以及推广书实、护生等的慈悲理念 由以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为主要目标 结成敬邀各界大德 踊跃护持财团法人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欢迎您一起来推动慈悲至业的各项会晤 一同为世界燃起正法之具 照破黑暗、传灯无尽 贵物介绍 护持弘法、培育生财、生前安养、医疗及生活救助 宣扬佛教教义与经典印制 佛教刊物影片及电子多媒体弘法 设置传教场所、护生等之佛教弘法慈善护生相关活动 立案字号台内名字第109-005-1120号 统一编号8751-5434 通讯地址宜蘭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2号 服务电话03-989-9319 随起www.livetv.org.tw 斜线adate-sustain.htm 宜蘭大碑观音道场举办孝亲报恩良皇保产 即30系列大法会 宜蘭大碑观音道场将会报恩店万幸历代祖先 紫安地藏店之全球殷生卫生胎儿 即早邀因幼童联位世界各地网路登记牌会 举办孝亲报恩良皇保产即30系列超度法会 日期8月9日星期一至8月13日星期五 农历七月也是佛门教校月 正是感恩报恩广众福田的大好时节 欢迎信众参与共修或于法会期间担任义工 藉由修复修会力量 忏悔发愿透过法会加持将冤亲债主 转为自己的护法和助援 与会大众皆能同瞻法义 9319039898686 039898686 宜蘭大碑观音道场 地藏菩萨书神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亿倍 生命殿市云林观音讲堂 举办三十系列继慈悲诗实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祖法 日期8月28日星期六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六十之三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余慧菩萨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被有接驳车 那我想请湛江师傅 来继续帮我们讲解 关于超度这件事情 还有我们所谓的因果报应 就是我们会自食其果 这跟超度之间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先谈一下超度跟孝道之间的关系 佛教里面认为 我们要帮助我们过去的父母 还有祖先 他能够彻底的离开痛苦 我们才是真正的孝顺 我们一定要帮助他们彻底的离开痛苦 那所谓的彻底的离开痛苦就是 除了他能够投身到更好的地方 还有佛的净土之外 他就算他得到 他觉得说他做鬼了 他做鬼呢 他有一点钱了 有一点食物了 他好像满足了 但是他还没有彻底的离开痛苦 所以佛教就认为说那是不够的 所以为什么佛教到最后 把孝道跟超度结合在一起 是因为我们希望祖先彻底的没有痛苦 所以我们希望他能够到佛的清净的世界 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我们超度可以对祖先有影响呢 因为超度是这样的原理 一个人往生之后会去哪里投胎 有三个姻缘 第一个叫做随业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你做善事就会升天 你做恶事会下地狱 这是随业 第二个叫随习惯的习 举例来说你平常习惯就是 我看到我喜欢的东西 我就要买很多 我就很喜欢 我就坚持 我喜欢我就要 那你来生可能会因为你的习惯 贪心的习惯而去做鬼 这是随着你的习惯 他可能没有做什么太大的坏事 但他的习惯 让他去不好的地方 就是随习 第三个最重要 叫随念 念头的念 所以呢有一些人他一辈子做了很多的恶事 坏事 他是个坏人 但是呢他快死的时候呢 他很痛苦 然后刚好听到有人说 有一尊佛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呢他可以帮助你 让你离开痛苦 去到他的极乐世界 这个故事出自 《观无量寿佛经》 这一部佛经 《观无量寿佛经》 《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的中文 就是我们怎么观想阿弥陀佛的经典 然后呢这一部经告诉我们说 有一个坏人 他快死的时候 他一辈子做坏事应该下地狱的 遇到一个人跟他说 你赶快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可以帮助你离开痛苦 去到清净的世界 这个时候他赶快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然后呢 他所有的痛苦就没有了 他就带着他的恶业 阿弥陀佛接引他到极乐世界 那你说这样不公平阿 他做坏事 但是 他灵命中的时候有那个缘 佛教里面很重视这个东西 要有缘 缘分的缘 要有因缘 去遇到佛法 他就可以改变命运 所以 今天一个祖先他在做鬼 在下地狱 他很痛苦 但是我们帮他念佛 帮他布施 帮他供养 我们就是在改变他痛苦的那个因 然后呢 让他遇到佛的这个缘 他的夜报就转了 所以我们现在讲一个故事 出自佛教里面最有名的叫 《地藏经》 《地藏经》里面有一个故事 说以前地藏菩萨的前身是一个婆罗门女 婆罗门就是外道徒 她不是佛教徒 她是一个休息外道的家里面出生的女儿 结果她的妈妈不相信佛法 而且呢 会做坏事 这个时候呢 她妈妈死后就下地狱 婆罗门女就知道说 哎哟 我妈妈不相信佛法呢 她可能会下地狱呢 她就去找了一间寺庙 那间寺庙呢 供养着那个时候的佛 叫《绝华定志在王佛》 里面那个寺庙有佛像 她就赶快在那个佛像前面做供养 然后呢 修功德 然后这个时候呢 《绝华定志在王佛》 就现前跟她说 你赶快回家 你赶快回家念佛 念佛呢 你就可以知道你妈妈去哪里 结果这个时候呢 她就回家 一天一夜的时间 认真的念《绝华定志在王佛》 这个佛的名号 念了一天一夜 她就看到 她跑到地狱去了 那个婆罗门女跑到地狱去了 然后呢 遇到一个鬼王 她就跟那个鬼王问说 这里是哪里啊 鬼王说这里是地狱啊 做坏事的人就会来到地狱啊 她就问说 那我妈妈在哪里啊 她说 你妈妈 什么名字啊 她说啊 我的妈妈叫月蒂利 这个人的名字啊 结果呢 那个鬼王说 哎呀菩萨啊 因为啊 这个 这个月蒂利这个女人 她有个女儿很孝顺 在人间啊 供养布施绝华定志在王佛的寺庙 而且帮她修功德 所以呢 不只是她的妈妈离开地狱了 跟她妈妈在一起的所有的那些地狱的受苦众生 统统离开地狱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反正我们在人间的后代子孙 帮我们的祖先帮我们的父母亲修功德 就是改变她受苦的因 她颠倒烦恼 所以造恶业 佛教里面 不会谴责任何一个坏人 为什么 记得 所有的坏人 不是因为他坏 而是因为他有烦恼 烦恼 会造成他去做坏事 所以我们佛教要解决的是 造成他去做坏事的那个烦恼 不是解决这个人 那怎么解决烦恼呢 我们要改变那个烦恼的因 改变那个烦恼的因 最简单的方法 念佛 我们现世的人帮祖先念佛 帮祖先修功德 他那个烦恼的因就改变了 然后呢 自然他就可以得到三宝 得到佛的加持 他就慢慢离开痛苦 怎么讲呢 这个佛间里面还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他就问说 修行有没有帮助啊 问老儿上说修行有没有帮助啊 这个师父就说可以 怎么样呢 他说来 你拿一搓盐吃下去 哎呀好咸啊 他说怎么样让这个咸味变淡呢 你把这一把盐 你把它丢进大壶里头 然后呢这个大的湖泊里面呢 一把盐 没有感觉了 不咸了 为什么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我们虽然有恶业 但是呢透过我们现世的人帮你修功德 你改变那个你的环境 你修行的环境 你改变了之后 你受苦的地方就没有了 所以佛经里面很重要哦 我们帮那些痛苦的祖先 他帮他做功德 帮他念佛 帮他超度 可以改变他现在在受苦的恶业 但他到底能不能超度到很好的地方去 乃至于去极乐世界呢 要看他内心有没有改变 我们只能当他的圆 但是呢他会不会到很好的地方去 要看他内心有没有改变 但是我们可以当那个媒介点 就是我们可以当那个点 让他创造那个因缘 让他跟佛结上缘 那跟佛结上缘之后呢 他就可以慢慢的离苦 慢慢的超度 这是佛教里面超度的原理 然后呢我们也要帮 把这个超度呢 来应用到我们的祖先啊 父母啊 往生的众生身上 我们就可以帮助他 那超度祖先就是孝顺的一种 互生功德书圣行 五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萨 摩赫萨 摩萨 明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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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